轿车直行在时速破百公里的国道 下一秒发生意外 只见白色轿车没有打方向灯 方向盘一偏违规王座轨切 后方驾驶来不及反应 车头直接被撞 旁边乘客放声尖叫 惊悚车祸发生在8号周五12点多 国道2号迎戈系统 警方调查闯过车主疑似没注意回堵击煞 车辆失控查出车道 但我有看了怒批 这不知道用多少鸡腿换来的驾照 变换车道也没看后方来车 简直刷新三观 在彰化东外环道 同样有驾驶没长眼鬼切 骑士走在外线车道 轿车学螃蟹走路 跨越两个车道 直接右转害得骑士被撞摔车 网友嘲碰中线右转随心所欲 天气那么好 怎么会看不到异常标线 难道是画假的吗 而在国道1号扬眉路段 驾驶先是左右偏移 接着自撞护栏 零件炸裂喷飞休息站一度因此关闭 驾驶一次精神不济上路尿货 索性车上5人送1号没有大碍 记者林初安陆雨昕 7分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国道上一辆油罐车一次来不及闪避前方暂停的车辆 先跟右边的白色箱形车擦撞 再撞上黑色轿车 整辆车往左偏移 失控往前滑行树民 国道瞬间变成像弹珠台一般 车辆连环撞击 还有一辆银色轿车被撞得往前猛弹 和直行小客车碰撞 翻覆入中央 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 油罐车是去控制狠狠撞上外侧的白色修旅车 力道之大 让手旅车后车厢瞬间凹陷 油罐车一路往前滑行了好几公尺 才终于停下 最后共有12辆车遭受搏击 一路上不少车辆严重受损 被撞得稀巴烂 有两辆车更是青岛翻覆 零件四散国道现场一片狼藉 这起追撞事故 发生在国道1号北向桃源段 原来一辆小客车遇到前方辅助车道回堵 一次没保持安全距离 导致三车追撞 车辆停路边 才让油罐车闪避不及 失控撞击护栏 演变成12车的严重连环事故 行销到场时 车上民众都已经脱困 剩下的一男一女 一人肢体擦缩伤 一人胸痛 两人都一时清楚 紧急送医 现场三线车道封闭 只开放内线车道通行 后方回堵了整整8公里 所幸油罐车当时是空槽 才没有酿成严重意外 详细事故原因 有待进一步厘清 记得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狭载道路塞塞塞气机车往前冲 但双黄线旁左边的对象车道 机车骑士全都逆向骑 一辆接着一辆 机车大军就像丧失 眼看对象有车要来了 赶快停车 为了闪车和一旁的汽车贴紧紧 有缝隙就塞进去 换个方向再看一次 开车过去一排机车 跨越双黄线 统统都是逆向 这里是台南市区 往返南科方向的合体路 真的挤爆了 南科到台南市比较快 差不多很多 尤其那边又封线再封起来 所以就会很多 蠻常看到的啦 如果多骑几次 我那个行车记录器 掉出来都很多 比外面那条大马路 还少红绿灯啊 会有很多机车或是汽车 就会跨越这种消滑线 网友看了也傻眼 一个红绿灯 起码检举30辆机车 检举逆向好多钱都飞了 机车族夹缝中求生存吗 亲自体验过 这条路真的很恐怖 故意规定死路来车道 处罚新台币900元 永运局今年度 以于该路段 取缔71件交通违规 将再针对检举影像 依法开罚 因为红绿灯比较少 合体道路成了捷径 但上下班车少多 其实真到抢时间抢快 逆向直直骑 就怕一个闪神 想想快却得不偿失 记得赖冠章 想象山台南采访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 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 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深夜里车辆来来往往 突然一辆救护车 紧急闯红灯前往救人 通过路口时 一名机车骑士 从车身右边撞上 机车车壳四散 骑士弹飞 现场一片狼藉 另一辆救护车 赶到车祸现场 南骑士骨折 救护人员立刻把人 抬上担架 分秒必争 将人送医 机车车灯掉落 车头破碎 安全帽掉落在一旁 事发地点 位于台中市北区 11号晚间10点多 当时有救护车出勤 行行军冲德路 和太原路口 19岁陈信南骑士 来不及刹车 从右侧撞上 连人带车撞凹救护车 他痛哭倒地 右手肘骨折 双脚擦挫伤 送医治疗 至于救护车上 没载伤者 驾驶人也没事 若自能于死伤者 储星台币 六千元以上 九万元以下罚款 警方指出 双方都没酒驾 但民众不论开车或骑车 听到救护车 警报鸣敌 都必须礼让 南骑士将周罚 三千六百块钱 不但骨折挂彩 还得吃上罚单 记者陈广瑞 王百英 台中资访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采在风灾的 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 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 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们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 小铃铛哦